朋友们好,我是佩塔。 今天与大家分享木耳菜通过擦签的方法, 达到菜生菜的目的, 与我的太太杰尼来担任解说。 这是刚从超市买来的木耳菜。 我们从中挑选出健康的枝条。 枝条数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一般来说,用六到七根枝条就能种出一大棚来。 这些是挑选出来的准备扦插用的优质枝条。 首先,把枝条上所有的大叶子都剪掉, 留下在节点处的小芽。 能复养的小芽。 inclusIGN Gole axio 在每根枝条上流出四到五个芽点 剪下的叶子不要扔了 可以放进肉汤里 煮出一碗鲜美的木耳菜汤 准备几个扦插用的容器 容器的直径是12厘米 高14厘米 扦插用的土壤 可以用一些堆肥土 再放入一些盆栽土 把充分混合后的混合土 放入花盆中 把刚才准备好的枝条插入土中 枝条插入土中的深度 要至少埋入两个芽点 在每个花盆中插入两到三根枝条 放入花盆中插入两个芽点 花盆中插入两个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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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能够流住水分 不用每天花时间去浇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请大家看一下 大约三十天后 牵插入两个芽点 千叉的枝条已经长得这么茂盛了 已经形成了新的根系 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 一个有趣和有价值的菜生菜的程序 已经走完一半了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 直径大约三十厘米 底部没有排水孔的容器中 让它们进一步的生长 先在大花盆中倒入一些盆栽土 放入两盆 已经形成了新根系的木耳菜的菜苗 在菜苗的周围继续填入棚栽土 直至填到大棚的棚口 在填土的过程中 可以一边填土 一边摇动大花盆 这样能使棚栽土和小苗的根系 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把土填满后 再浇足水 我还在油孔的花盆里 移栽了两盆小苗 看看这木耳菜生长在油孔或者是五孔的花盆里 它们的长势会有什么区别呢 木耳菜生长的适宜温度在二十到三十摄氏度之间 要选择肥沃而出松的土壤 保持土壤湿润 肥水充足 才能使其茁壮地生长 然后把移栽好的木耳菜放在半阴半阳处 要经常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 大约过了十天后 小苗的根系已经熟悉了在新的土壤环境下生长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隔三差五地 给它们施一些自制的液体肥了 现在用菜生菜的方法 来扦插木耳菜的程序 已经全部走完了 大约在二十八天后 这两盆菜的长势良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把木耳菜种在有孔或者五孔的花盆里 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只要再耐心地等待几周 就能收获满满的一大把木耳菜了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REX